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团体第一 包兰库尔勒赛区所有金牌 4日 黑龙江七台河市伯利县境内229国道发生交通事故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一辆搭载采摘药材群众的五排拖拉机 造成15人死亡 一人受伤 目前 公安部已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查处置工作 4日 北京 天津 河北 陕西等地出现降雨天气 其中 天津滨海新区遭遇强降雨 部分道路出现严重积水 当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9月4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9月4日20时至5日20时 陕西南部 四川盆地北部 山东中部河南部 安徽东北部 江苏北部以及河北北部 北京北部 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大道暴雨 综合考虑今年7月以来 台风 干旱 强降雨对浙江 黑龙江 河南等地秋凉生产影响情况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 于9月3日下达农业生产救灾资金10亿元 下面是一组东京残奥会的消息 截至9月4日 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93金57营50桶 总奖牌数达到200枚 继续稳居金牌榜 奖牌榜第一位 男子100米T36级决赛 中国选手邓培成以11秒85的成绩夺得金牌 并打破残奥会记录 女子200米T11级决赛 中国选手刘翠青夺得冠军 女子铁饼F38级比赛 中国选手米娜 李英丽包揽冠亚军 羽毛球女子单打SU5级决赛 中国选手杨秋霞2比0战胜日本选手夺冠 下面是一组社会新闻 4日 广州在对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检测中 排查发现一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广州月秀区已连夜开展核酸检测 河南省纪委监委通报 郑州9名公职人员因疫情防控不力被严肃追责问责 江苏南京公布中小学幼儿园开学返校时间 9月9日 南京市中学 韩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开学返校 9月13日 南京市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开学返校 9月4日20时期 云南瑞丽解告国门社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日前 年产1.5万吨碳纤维项目 首批两条碳纤维生产线在吉林化仙投产 单线年产量达2500吨 是目前国内同规格中 单线产能最大的生产线 下面是一组国际报道 当地时间4日 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最大货币兑换市场重新开放 该市场曾在塔利班入城后一度关闭 截至4日 热带低压爱达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3人 在纽约 多达11位地下室住户在内闹中丧生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 请在文章结尾处为我们点亮再看 我们明天早上见 明天早上在 Jesus 明天早上听我们的男生 幸好 跟中文敬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